另一方面针对钓鱼台的主权争议 外交部长杨青天他今天的再次宣示说 钓鱼台是台湾的 这个立场是绝对不会退让 要展现保钓的决心 他该如何释除 总统大动作宣示 朝野就看陈内阁如何改善 不过眼前各界关注的就是钓鱼台事件 不过海巡船舰跟日本保安厅船只 发生海上冲突对峙 外交部长杨靖天态度更强硬 我当然很希望我当然很希望 有更高层的这个管道可以来沟通 外长宣示主权钓鱼台争议绝对不退让 甚至传出不惜开火 内阁振兴经济同时钓岛领土争议 台湾坚持到底 记者陈瑞薛 为叶家军调不倒